进入2023年 乌俄战争也快要届满一周年了 而乌克兰东部前线的战事依旧严峻 虽然美国英国跟德国都将提供新型的坦克来驰援 但是俄罗斯近期不断地锁定海外军援发动攻击 而且除了战火加剧 俄罗斯前置国内反战声浪的力道也越来越大 像是近期有一名19岁的女大生 只因为在社群媒体批评俄方入侵乌克兰 竟然被逮捕后送上法庭 而且还被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他最高可能会被判处10年徒刑 随音乐起舞绽放青春的笑颜 19岁俄罗斯女孩克里夫多娃 近期出现在法庭的照片曝光 罪名是诋毁俄罗斯军队捍卫恐怖主义辩护 克里夫佐娃被捕的原因是他曾在IG上发布一篇 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文章 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被俄罗斯官方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一个19岁女孩竟然与IS盖达和塔利班相提并论 接受媒体访问这是克里夫佐娃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他目前被居家监禁待在母亲的公寓里 带着电子脚镣还能看见他的特殊刺青 一只头部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蜘蛛 上面还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抗的下场 诋毁军方最高可判三年 而替恐怖主义辩护最高七年有期徒刑 独立人权监测机构OVD Info表示 俄罗斯官方在2022年 共有61起网络批评政府的案件 被告都遭控为恐怖主义辩护 其中26件被判刑 俄罗斯民众对于战争 恐怕是敢怒不敢言 而对乌克兰东部前线的人民来说 不分日夜的轰炸空袭 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盾内刺客地区的查苏夫亚 已经被枪弹摧残殆尽 妇人一手提着家当 一手拎着爱犬 还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在哪安顿 乌克兰指控俄军近期使用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 攻击基辅和炸波罗热地区的电力设施 俄罗斯则反控乌克兰以海马斯火箭系统 轰炸东卢干斯克地区的一家医院 造成14人死亡 24人受伤 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 一辆有着40年历史的苏联制T-64坦克正在暖身 虽然行动力较为缓慢 不过靠着乌军熟练的驾驶技巧 还是能和俄军相抗衡 朝目标开火 填装炮弹 短时间内再度射击 乌克兰士兵笑称 对上至少有近30名精英 就算蒙着眼睛都能操作这款老坦克 而乌克兰的坦克装备就快要大力提升 美国计划将提供31辆M1爱布兰主战坦克 德国提供鲍2坦克 英国则会在3月底前派遣挑战者2型坦克持援 不过俄罗斯也不敢示弱 近期频频拦截北约提供的军事装备 让军援到不了乌克兰手中 但时间拖得越久 苦得人是乌克兰人民 从俄军手中解放11周的南部城市赫尔松 这里没水没电 居民得点蜡烛照明 食用上木材的暖炉撑过这个冬天 老先生躺在沙发上盖着棉被取暖 频频示泪 重建的脚步才刚开始 但战火何时重返 没人说得准 当沃战争即将迈入一周年 乌克兰人民仍在恐惧和悲痛之中 盼望战火能早日停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